接著到Math and Stack 2011年的第四題 就是說現在John和Mary玩一個射擊遊戲 每人都會射兩次 假設如果射中了就會拿到一分 拿得高分的那個就會贏 就是說原來John和Mary分別射中的概率是0.55和0.75 假設每一次的射擊都是independent Part A就問大家Mary贏的概率是多少 我們會想到有什麼情況呢 假設今天我們會有John和Mary 我們會想到Mary要贏的話 即是他會比John高分 假設Mary拿1分的話 John就可能一定要是0分 如果Mary拿2分的話 John就可以是0分或者1分 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應該就會有這兩種的可能性 所以想一下第一種先 就是John拿0分 Mary拿1分 所以我們就會有 John是兩次都不中的 所以就是0.45的二次方 Mary就要中1不中1 所以就會是0.75 再乘回0.25 但是由於他中一下可以是第1下中可以是第2下中 所以這裡要給他一個意思 這個就是第一個可能性 到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Mary拿2分 John拿0分或者1分 我們就可以想一下 John拿0分的話 就是兩下都不中 所以就是0.45的二次方 但是同時他可以拿1分 所以就會是0.55乘回0.45 又是你一下中一下不中 所以這裡要給他一個意思 但是Mary這個情況是兩下都中的 所以他就是0.75的二次方 就是這樣 所以就按一下機 就是0.45的二次方 乘2乘回0.75 再乘0.25 加回括弧 0.45的二次方 再加2乘0.55乘0.45 生括弧乘回0.75的二次方 出來等我這個數 那就會是2997除6400 就是這樣 那就成功做到partA 我先回家 做到什麼 感谢观看